4月1号店价平均要涨11% 到底会涨到谁家 最简单从账单来看 两个月算一起 住宅用户下月账单若超过4508元 非下月账单超过3832元 小商家过去下月账单超过11096元 非下月在9056元以上 店价恐怕通通会被涨 网炮轰大楼公社随便就超过700度 我家三台冷气也 夏天随便一吹5000多块 专家预估全台大约四分之一的社区都会受影响 不但公共电费调涨 恐怕也难逃管理费跟着涨 大楼的公社 店都是大家分摊的 公社的电费很可观 我们今年已经涨了 一涨涨500块 无能 最好赶快将我们下台 受影响的用户数 远远超过经济部的预期 店家大涨11% 但台电大亏损 经济部说其实还没涨完 确实也没有涨主到原来的成本 9月的时候会不会涨价 这个没有办法由我这边来做决定 直到那个时间 请由省议会做最后的决定 专家大骂各国核电研议 蔡政府还拼命废掉核电 导致台电中油亏损5000多亿 涨价恶梦不会停 涨电价没办法补足台电亏损 民国70年的时候 核能占比到了52% 台电是调降电价 核能一度电才一块多而已 你为什么不用 缺电这是一定的 政府的能源政策造成台电的巨额亏损 电价就必须要调涨 然后由全民来承受 这是非常不合理 明年男朋友的非核家园神主牌 全民得用高电价和高缺电风险一起承担 接下来我们就能配解台北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